我这边是找那个住宅窃盗 当然如果你要找其他的 你这边可以搜寻一下 像窃盗还有自行车、住宅、汽车、机车一堆的窃盗 然后都有一些CSV的档案 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网路上这个开放平台上面一堆资料可以练习的 这个我们第一个是针对住宅窃盗案件 比如你找这边就有我刚刚的 他就是把这个从104年的1月到109年的8月 他把这资料就是把它开放出来 那总共的话 因为我这个抓的 我在犯例档案放的好像也不是最新 如果你要最新的 你可能再抓一下 那就这个档 你可以把它打开 基本上的话 这个档卡住向下 大概24366笔资料 OK 也就是说从104年以来的话 就是这么多的 2000多个窃盗案件 如果这个资料没有错误的话 那其实好像感觉上一年 基本上窃盗案件不算太多 一天大概顶多一个吧 OK 这样算治安很好 这个大的台北市 一天只有一个案件而已 那真的是还蛮蛮好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台湾这个治安算是很OK的 然后如果说今天我要产生的是这一个区比较简单 用密的就OK 比较麻烦是这一个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是建议 如果你要把这边的资料取出来的话 因为规则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一般还是建议 用那个VBA来完成 会比较适合 只是说VBA该怎么写 OK 所以我讲过了 复杂的事情 还是交给VBA 不然的话 你用以前的方法 真的要写个公式 我觉得真的是太困难 你们可以想想看 也许你平常应该都写过这种公式 只是说我自己写到最后 已经写到想放弃了 是可不可以写出来 可以 但是公式很冗长 反而不如用VBA来精简 只是说我们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那我的习惯是想 一我已经把规则找到了 有没有 前面一定是先找灵 再找里 再找区 后面也一样 先找路 再找街 再找道 然后呢 我只要知道前面的位置 加一 就是那个我要抓的路名的第一个字 再到后面的那个字 的位置 然后把这中间的资料切出来 那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 并且可以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储存壳里面 那做法上面的话 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一样 我们先切到VBA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把 我看干脆把刚刚的那个关掉了 尽量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把它存档 这样要否一下 一定要启用具体我也不 如果没有启用具体存档 那VBA不见了 OK 第二个的话 我就开启VBA 然后呢 我先把这个模组 先假设 插入一个模组好了 OK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再来到这边的话呢 打个SUB 名称叫什么 叫入街道 Enter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 一样如果假设 你希望暗部就帮你写的话 你可以先不要写回圈 你可以先写单一个 单一个逻辑的话 他逻辑应该怎么下比较OK呢 前面 所以哦 我要找前面的资料 按个TAB键 如果 如果我先找 先找第一 前面的字 有没有0这个字 所以if什么 那我就打一个VBA 点 用那个 IN开头 IN3这个 OK 至于他的函数细节 你可以按F1自己找一下 那主要是提供给他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你要找的资料在哪里 第二个是你要找什么字串 所以我要找的资料在Sales 我刚才直接写成for i 好了 for i 等于 应该在这一栏的话 f 区在区栏 然后IN3这个 逗点 找什么呢 找0 所以我这边打一个0 这个OK 然后空一个then 如果有找到的话呢 后卦 后卦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刚才直接把那个回圈写完好了 if 直接 不 跟这样 for回圈 for i 等于 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那我们用追踪 range 从那个A1向下追踪好了 点end end 从A1帮我向下 向下的话 end 前刮弧 然后 xl down 然后抓到它的列 在哪一列 最下面那一列 OK 然后enter两下 打个nest 范围先确定 我知道 从第二列到这个的 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我在里面做 分别逻辑判断 什么样的逻辑判断 如果呢 有抓到0的话 那 我就做什么处理呢 那我就把它存起来好了 所以A 存在哪里呢 存在A里面 A是一个变数 OK 然后存什么呢 存找到那个位置 找到的位置 就这个位置 OK 那特别注意哦 它如果等于0的话 找不到就等于0 0的话等于是false false的话就是没有 没有就不会进去哦 所以你写这样就可以了 OK 如果没有找到的话 它就跳过 如果有找到 它就会执行下面的动作 OK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特别注意 再来的话里 里有没有 那里的话怎么写 特别注意哦 你只要0写出来 里啊跟区 不用重写 你只要什么 复制就好 复制之后做什么 贴上 然后呢 把这个if 前面加一个else就可以了 lif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把它再往下 如果没有找到0 那你就帮我找里好了 搞里 然后呢 这边一样 就是一样把这个里 如果有找到里的话 帮我把那个里的位置记下来 OK 然后一样 再来就是再找区 所以0里区 剩下就是帮我找区 那区的话呢 找到 也一样帮我放在a里面 OK 然后最后按 一定有个end的一符 逻辑结束的话 一定end的一符 这固定的规则 好 那这样我就有a了嘛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呢 头有了 那以后的话呢 找到之后 就是从那个什么 a这个位置加1 a的下一个字 就是我要开始的位置 那可是问题 我后面要找的那个路啊 接到怎么办呢 其实跟各位讲 你因为刚好也是三个 也是这样的逻辑 也是要找嘛 所以哦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三 这个逻辑复制一下 然后怎么样 把它贴到这边来 做第二次 只是改什么 这边先找什么 找路吗 看会改吧 所以你发现 只有开头那两行是自己写的 其他都用贴的 路 所以 不过是也不能乱贴啦 你不要贴错的话 应该程式就写完了 路接到 OK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实哦 只有前面这两行 是自己写的 其他都是贴 自己怎么贴应该知道 我刚才有讲到规则了 还有这个写完这个结构 底下的这个就是把它拿来改 好 那不过呢 存的话不能存在A了 存在B好了 意思就是说 它那个位置是B的位置 好 那我们有A有B之后的话 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再利用A跟B 配合那个密的函数 切割我们要的资料 放在我们要的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位置 写前面 Sales 是第I列的F栏 有没有 OK 就这个F栏的位置 这个位置哦 然后等于什么 切割切割用MID 钱瓜糊 资料在哪里 资料在这个G 所以我拿这个复制好了 这边改成G 然后第几个字 从哪个字开始 对不对 从A什么加一个字 逗点几个字 从B再减掉A就好了 OK 就B的位置减掉A的位置 那就是我们要的那个自传 对不对 入那个字 那你会想说 入那个字应该是要后一个字 刚好因为我们那个 那个零里区 刚好就是它的下一个字 所以刚好两个箱抵消了 所以位置刚刚好 就是长度 就是我们要的长度了 所以这样子 当然有时候 如果你实在不确定 你跑一下就知道了 执行 如果多一个字 少一个字 你就加一减一样 反正就大概这样子 好 做完了 然后就把这个程式 Delete掉 接下来 就直接执行 看一下 看一下 应该就OK了 理论上 这个底下规则 就没有问题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这样的写应该不复杂吧 我是觉得 如果要叫我写的话 我还宁可写VBA 你叫我写公式 我看这个要写成像这么复杂的东西 如果用那一件理设的公式 真的太麻烦了 我都宁可放弃 而且那公式有时候写错了 你还没有办法像VBA它可以出错 它会告诉你说哪一行有错 你还可以在那边改一下就好了 如果规则又再增加 你可以在那边规则再改一下 没关系 我是觉得相较之下 复杂的事情 VBA是有绝对的优势 但如果简单的 像刚刚这个 区的部分 就真的用区 这个什么区 这边有区 这个用密的简单 就做一下就好了 你就没有必要 就不需要用VBA 不是说所有东西 都一定VBA就是完胜的 没有 反正你就是看状况 来处理事情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边做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做这个栏位出现 那有这个栏位呢 我们才有办法做后续的统计分析 那怎么统计分析 其实也非常简单 你可以用插入什么 枢纽分析表 那枢纽分析表 它自动会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你按确定就好了 再来你怎么样 比如说你可以 你要分析哪一区 你就把区拖拉到列 纵向的 它会自动帮你把它做群组 然后呢 再把区拖拉到区的地方 都是 那如果你拖拉过来不是数字 它就会帮你做抗这一幅 就是算里面几个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治安区里面 这边就出现了 但是没有按照那个顺序排 那我们可以什么 游标放在B4上面 然后再点选资料里面的什么 Z到A就好了 OK你会发现 这边就出现了 有没有 就是这几个 当然你也可以在另外复制到另外的地方 再做后续的表格 或者甚至你可以直接从这边找到分析 里面就有枢纽分析图 直接看你要哪一种图 有没有 直接就按确定 那图就出来了 那后续的话 其他那个细节部分 我就不赘述了 就是 当然你会发现 这个公务员好像有点 没有 错误没有找出来 台北市应该不包含板桥市吧 不包含三重市 中和市 还有什么 淡水 有什么这些切案都算台北市的吗 这怎么会这样 OK 所以 显然是有问题 那 当然如果你 比较认真的话 写个mail跟他讲 你这 资料有错误 所以要修正一下吧 你放在 那个你们官网的平台上 放错误的资料 应该不是很OK的 对 所以 可能要修正一下 那可以看出一个讯息就是 治安最差的应该是中餐区 就切当案件最多 最好的应该是大同区 大同区感觉乱乱的 也没那么乱 但是感觉算是老社区蛮多的 可是切当案件没有那么多 而且其实他也在中山区旁边 反而切当案件比较少的奇怪 OK 然后南港区也不错 信义区 那没话讲 因为信义区那边 等于是市政府就在那里了 OK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那另外的话呢 刚刚我们讲的就是 如果你要统计什么 统计哪一条路的话 那当然这个就可以了 把那个路接到拖拉到列 把路接到拖拉到值 那一样这边可以做什么 做排序 排序的话一样呢 可以把资料里面的Z到A 有没有 排一下 然后另外你可以把最高的前几名 有没有 你可以把它分别抓出来 那再统计成图表 这样也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也就是说你当然第一个 你必须一定要先有这个栏位 你才有办法有这个报表 如果没有 那你就变不出来这个部分 甚至的话你可以怎么样 再做复合图的话 像我刚刚我那边 刚有秀一个那个复合图的话 就是数据分析表 除了区你可以把区放在列 时间有没有 时段放在值 然后把区再放到值里面 它就可以帮你做交叉分析 最后的话你可以再画出一个什么了 画出一个这个交叉分析图 你就不能用这种柱状 因为它会发现 哇这个很乱 有没有 太多了 你可以把它用所谓的百分比堆叠图 它会长出类似像这样 也就是每一区什么时间的比例 它有点像直条图里面又有比例的部分 就跟圆柄图 圆形图有点类似 但如果你又想要有圆形图 又想要有这个直条图的优点的话 你可以用旁边这个 叫什么 叫做堆叠直条图 也就是你看可以看出有没有 高高低低的 然后又可以看出它里面时间的 切照案件的比例部分 一个图就可以呈现两种效果出现了 OK 所以这个也许请各位试试看 主要是说 前提是你必须要有这些资料 你才有办法做出后面的东西 所以这部分 请各位再试试看 这个我刚刚讲的 这个重点 我们把它切回来 刚刚写的这个程式就这一些 云端上应该也有放一份在这上面 所以在住宅切当按键 刚刚写的就在这里 另外的话 如果你想要把它改成所谓的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就Function的话 你可以改成这样 至于细节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 制定函数的话 就不需要按按钮 如果你这边有个Function 将来这个资料 假设说我 比如说我把这资料 插入函数 我希望可以呈现 这边有一个制定函数 叫做 入接到函数的话 地址给它 一样会得到结果 向下填满就好了 实际上 就是拿刚刚的 这个来修改 改的方法主要是什么 把Fore回圈里面的程式贴过来 只是Sub改Function 里面的话可能注意一下 这个光屋后面有地址 也就是说把Sales ID的驱栏全部改成地址 因为是使用者给你的 最后的话 Return回来东西 就是Return给他自己 所以将来要丢回来给自己的这个东西 那就Return给谁呢 Return给自己这个函数名称 就可以产生一个所谓的自立函数 这两段程式码 云端上都有 提供给各位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后面那个枢纽分析表部分 如果有兴趣的话 自己可以用用看 我是觉得前面的资料 如果你有的话 后面枢纽分析表就相对简单了 因为你用按图形画界面 只要你大概熟悉一下 应该没有做不出来的 可能会比较有问题 我发现还是在如何产生 你要的资料栏位上面 因为有的时候 就是必须要把某一个栏位的资料 再细分出来 才能产生某一个 有点像那个资料的切割 切割你要的那个部分 那你要切割那个部分 逻辑相对复杂 像我们刚刚是 临里区 按照顺序的 再来是到接 入接到 那你就是用一个逻辑判断 外面包一个回圈 其实就可以搞定了 其实相对不会算是很复杂 所以你会看程式里面写来一些句 至少一定会有回圈 一定会有逻辑 如果你把回圈跟逻辑熟悉之后的话 你会看到很快 只要抓到资料的规则 那你就可以把对应的这个程式给写出来 那你这件事情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 那完成了程式码呢 云端上也有一模一样的 我只把它放在第六页 所以你们往下卷动 OK 中间其实我是有试着用Excel里面的函数 试做公式看看 结果发现 后来用到最后 几乎已经是放弃阶段 但是我有贴到上面 表示说其实我试做了 但最后我发现不很OK 所以结论是什么 还是要把VBA学好吧 因为Excel的函数呢 在现阶段的工作上 已经不服使用了 OK 所以我发现最近慢慢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 那个 共同的好像学习VBA的这种倾向 很多甚至连那个 很行政工作的人 他也一直问我 去哪边学 我就觉得还蛮吃惊的 甚至还有连我 那个二十年没有联络的大学同学 也问我说 他因为Google 发现我在教这个东西 他就问我说 在哪边可以学习这个东西 OK 然后我觉得蛮惊讶的 怎么这种东西 会变得这么的一般了 OK 所以可以理解 因为真的 简单的事情 函数可以搞定 但是你复杂的事情 真的非得还是要用VBAbook OK 试试看 这一题